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西水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可无来敬拜你 当我们接近他们的时候 心里面都会有种期待 而且很开心兴奋的感觉 是不是当我们来接近神 当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 也有这样的感觉呢 让我们一起来主动享受与他的同在 节目一开始 我们先欣赏一段林歌族曲 来听听吧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我人的了解 我的欢乐 只有也所上前奏 是他们刷过 都连不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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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心声声有四光路 我寇主 今日才七年 昏寇久久 我哭住 无人的了解 我的欢乐 只有要所上前奏 心所过 但愿我教养 永远离留下 有时迅速是看有我教养 减彩之类 空空空空 我可不得 你掌握同世界 你爱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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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去做大山水山 你爱出 你爱出 现在再回来 你爱出 你爱出 他作人人你讲话 他爱唱 未来的几月作画 他爱唱 万名有表情真彩 他爱唱 他爱唱 未来的几月 他爱唱 未来的几月 他爱唱 STEVE 衣带 也幹 好 还看 それ 洩衣 如此 黑 祈祷 有一部电影我非常的喜欢 而且它是在描述20年代的一个真实故事 有一位英国选手呢叫做艾瑞克 他代表英国到了巴黎比赛 Olympic的比赛 然后那时候他参加的一个项目呢 是100公尺的短跑 结果在决赛那天呢 刚好遇到星期天 结果艾瑞克他就放弃了决赛的比赛 因为他觉得他星期天 他就要守安息日 他选择去聚会 当他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英国王子还有所有的评审啊 裁判都觉得 你在想什么 你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决定呢 那时候报章媒体呢 还用是上帝比国王还要大的一个标题 来讨论这件事情 结果没想到这件事情啊 非常奇妙 然后有一个很深切的转折点 就是他的选手他的同伴 看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 就决定让他去参加400公尺的比赛 结果他在一个短暂的过程当中 他练习了 他就去参加比赛 没想到他最后是用47秒.6的成绩 打破了世界纪录 而且拿到了冠军 这个结果让大家都非常的惊奇 因为他原本是跑100公尺的嘛 没想到他去跑400公尺的时候 竟然可以拿到冠军 在这个电影当中呢 有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这句话上面说到 我相信上帝造我必有目的 他让我跑得快 而且当我跑步的时候 我可以感受到他的喜悦 是感受到从神而来的喜悦 我相信艾瑞克他一定感受到非常多的压力 因为当他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他决定要来敬畏神 决定要守安息日 可是呢上帝也在这样的决定当中 也来祝福他的成绩 让他得到冠军 在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也能够 把神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守卫呢 让我们一起来尊荣他 接下来我们听这首歌 火站车的主题曲 一起来欣赏 这首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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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描写赛跑的电影 他用火战车来命名 他就是希望呢让这个一生呢 就是一直向前来奔跑 我想每一个人都希望我们的人生呢 都是可以一直不断地往前行 可是我相信啊 一定会多多少少遇到一些石头 不管是大石头或小石头 可是当我们遇到这些石头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有信心是可以跨越过去的 我想到一节经文在圣经当中 他说 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 如鹰展翅上腾 就像老鹰一样 当他往上飞的时候 他所等待的呢 就是一阵气流 一阵风 当那风来的时候 他所要做的呢 就是将他的翅膀张开 他就会跟着风 往上飞去 所以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面 如果我们遇到点挫折 或者是一些瓶颈 千万不要着急 因为我们等候 神给我们的那个时间 我们一定可以跨越过去 接下来欣赏这首歌吧 如鹰展翅上腾 神已听见我的呼求 他也明白我的渴望 放下重担脱去一切颤雷 恢复深造我的容悲心笑 神已听见我的呼求 他也明白我的渴望 放下重担脱去一切颤雷 恢复深造我的容悲心笑 拥在地深重担万物的主 他的智慧无法测读 他的智慧无法测读 披发的他的自能力 软弱的他加力量 静慧无法测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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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已听见我的苦求 祂也明白我的渴望 放下重担脱去一切颤雷 回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 用在地上传造万物的主 祂的智慧无法测读 疲乏地看自能力 软弱地看下力量 灯火焰和花 你重新的灵 祝福音阵痴神恨 倒下在神的国度里 为了所有简单和疯狂 祝福音阵痴神恨 满上在神的国度里 祝福音阵痴神恨 圣灵很高的大哥 过去美好自有你风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祝福音阵痴神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我们生命当中呢 总是会遇到一些比较低沉的时候 可是神不希望我们困在里面太久 而是祂带领我们能够赶快的 从这样的情绪当中走出来 前阵子呢台湾经历了风灾 我们收到了一位年轻人的来信 他来跟我们来分享 他在这样子的一个重建过程当中 他的心情 我们先来看这段VCR 喜恩你好 我叫玉德 目前还是高二的学生 在教会里 我们有一个朋友叫杨恩 莫拉克台风来的时候 他爷爷奶奶家淹水了 所以大家就下去台南帮忙打扫 做义工 听说台风那天 水曾经淹到了胸口 爷爷因为脚受伤 奶奶又有心脏病 所以逃跑的速度很慢 但很奇妙的是 上帝保护了他们 在清朝家里时 我们看见了一些脏调的话跟乐谱 后来才知道 原来奶奶是个音乐家 但家中的钢琴 因为泡水太久 木头膨胀 已经不能再弹了 然后奶奶的儿子跟我们说 他舍不得在他妈妈面前敲碎这台具有回忆的钢琴 希望能到别的地方拆除 当他说完时 每个人都很难过 我们总共花了两天的时间 才把房子搭烧好 这次的体验对我来说很特别 要走时 大家为爷爷奶奶献上三首诗歌 奶奶也跟着唱 我知道喜欢音乐的奶奶唱歌时心里很开心 虽然钢琴没了 但我想送一首诗歌给他们 叫做彩虹下的约定 因为我记得圣经说 在诺亚方舟的大洪水过后 天空出现了一道彩虹 那是上帝祝福世人的记号 希望爷爷奶奶还有许多灾区的人 也能走过这个难关 刚刚看完这段VCR之后 我的心里面啊 可以感受到爷爷奶奶的心情 特别是奶奶的心情 里面说到陪伴他一生的那台钢琴 在风灾当中 因为泡水 所以就得要丢掉了 那时候我记得在几年前 我的钢琴呢 也是因为我的家里面淹水 也是因为台风的关系 然后我的钢琴呢 就要这样跟我说拜拜了 当水退的时候 我在整理那个琴的时候 我就边擦 我就边掉眼泪 因为我知道我没有办法留下来 那台钢琴呢 它陪伴了我从大阪 一直到我考艺专这段时间 当我准备的时候呢 我都是在跟这个钢琴为物 所以当我知道 它可能要被丢掉的时候 我的心里面真的是非常的难过 所以我会感受到 这个钢琴它陪伴了奶奶一生 有很多的美好回忆 都是跟这个钢琴在一起的 可是虽然钢琴没了 可是我知道很多美好的回忆 仍然在我们的心里面 而且值得感恩的是 很多爱我们的家人还有朋友 都依然在我们的身边 那玉德呢 也因为这一次去帮忙重建 去帮忙整理家园 有时候我们以为 我们是去给予去付出什么 可是没想到往往 祝福最多的是自己 在节目的最后呢 玉德要来送一首歌 给爷爷奶奶 这首歌叫做 《彩虹下的约定》 希望透过这首歌呢 能够有更多重拾来的恩典 还有祝福 领到我们全家 音乐盒下一次见啰 一起来欣赏这首歌 《彩虹下的约定》 我空虚的心灵 我空虚的心灵 终于不再流泪 我空虚的心灵 期待着雨后 我舍了生命的深夜 与你有约是永恒的缘 彩虹围着坚固不变 我要高跟 我要高跟 为生命喜悦 万五个送你的慈爱 大地诉说你的恩典 我空虚的心灵 我空虚的心灵 终于不再流泪 期待着雨后 平凡的彩虹 要求洩洪拜然 劲 真的行动 jem 如果 hang 终于露儿 可是我不安的脚步 终于可以停歇 祝你以为我 摆设了生命 与你永远是永恒的缘 彩虹为真千古无边 我要高歌为生命喜悦 万无歌颂你一次爱 大地诉说你的恩典 与你永远是永恒的缘 彩虹为真千古无边 我要高歌为生命喜悦 万无歌颂你一次爱 大地诉说你的恩典 万无歌颂你一次爱 大地诉说你的恩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太阳总是常年照射 不是炫耀 只为给大地一些温暖 一些光明和许 山岗总是常年清脆 不是虚荣 只为给大地一些绿意 一些新鲜的空气 溪水总是常年流转 不是张狂 只为给大地一些滋润 一些惺惺向荣的圣迹 饱满的碎子 总是滴滴垂下 成熟的花生 总是结实在地里 钻石的灿烂 总是包裹在石头里 石油的热能 总是深埋在地层下 仙人掌孤独地长在荒漠中 也将花 寂寞地开在溪水边 花朵把它的蜜 包含在软心 夜来香把它的芬芳 吐露在深夜中 星星 从不在白日和太阳正灰 蟋蟀 从不在清晨和猪鸟比赛 梅花 从不在春天和桃里斗燕 蜜蜂 从不在外表和蝴蝶相叫 而主 你也从不向我们诉说 你的伟大 你只是把这一切 都隐藏在万物中 主啊 我赞美你 祷告 奉主耶稣 基督的生命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